Hello 大家好,又來到謝渣價錢 燒我味道系列 今集先講講對手 由天梳的這隻 Gentleman Powermatic 80的 Silicon 即是這個植油絲 植油絲的一個機芯的款式 對戰 由於 職家官網沒有這隻標 我就唯有借CORNO24的網站 對,這隻職家的Giophysic 1958的款式 為何要選擇 他們來做對手 即是去比拼呢 首先第一個樣子都比較像 大家看看 中間也有個十字 大家都像 第二 大家都標榜 有一個比較高的擴持性 因為職家這隻 他是向1958的Giophysic 的款式致敬 因為當時他 做一個叫做極地探險的時候 是帶著一些 防持性能比較強的手錶 去探險 所以 為了紀念 這個偉大的事情 所以其實都出了這個 Giophysic 1958的款式 我記得是20 這裏好像有寫的 沒有啊 好像是2014至15 左右 我忘了是2014至15 去推出的 這一款手錶 所以就拿出來 一來是回顧一下 二來亦都叫做有一點點緩微 比拼一下 立即去比拼一下天梳錶 首先和大家看看天梳 這隻當然 顧名思義 POWERMATIC 80 即是有80小時的動力儲存 其實是用了這個直游師的 所以其實那個擴持能力就 當然是強了 出名了 直游師 這個擴持能力很強 這隻的工價 是港幣5900元 再做一個透視底的 這隻 都可以欣賞到他的機心 再和大家看一點參數 這集就講得簡單一點 直徑呢 40 厚度11.5 其實都叫做 比較斯文的風格 斯文錶來的 斯文錶風格 採用這個蒸鋼材質 機心亦都有 說過了 開頭 亦有這個 80小時動力儲存 OK 全自動機械機心 亦都是比較簡單 所以其實 要講的東西都 參數上面講的東西 都是比較簡短 亦都是採用一個 蝴蝶式的 摺疊扣 剛才 這個我都看到了 是一個摺疊 相對皮帶就 內用一點 OK 這隻就是天梳的 再看看 直加 直加這隻 Giophysic 1958 大家都看到了 它是用針扣的 大家都是皮帶款 都是一個比較斯文的風格 再對比一下參數 亦都是自動上電機械 用回自家的 自家機械 非常之有名 這裏有寫的 原來剛才看不到 2014 對 2014年推出的 再看一點參數 38.5mm 比天梳那隻 更小一點 真是 真是有種 有少少復古 size的feel 38.5的直徑 藍寶石水影鏡面 用回這個 鱷魚皮錶帶 但是它就是一個針扣來的 那麼 復古到尾 用了針扣 其實大致上 都是 差不多 這隻錶 我記得 我 做直加 當時 有見過一次 這隻的 感覺當然 不錯 斯文錶 斯文錶 大家如果對我了解的話 斯文錶都是我比較喜歡 喜好的類型 這隻也做回物底 根據圖示 也做回物封底蓋 有一個物封底蓋 就是這樣 即加這一款 就 都帶大家認識了 所以大家就 我選用它們就是 仰恥 大家都是有一個 一定的抗磁性 都是跟一個 抗磁有關的 所以大家 都可以 拼一拼 大家都是屬於 同一個TAP 好 來到主題 主角 最重要的東西 價錢 天梳這隻就5900元 那即加為什麼我剛才沒有報價錢呢 是因為 真的查不到 我委託我在澳門 即加專門店的朋友 查過 因為即加9月是調過價 所以他這個價 是浦子價 查到浦子價是 6萬5千元 是未調整 價錢來的 我記得當初他推出的時候 價錢 就不是6萬多的 至於確實是多少 我就 無從稽考查不到 還有這一款官網 就 下架了 可能因為 賣光的關係 這款其實 以我所知應該已經賣光了 所以 如果你一計算的話 其實 當浦子 6萬5千元 除港幣大概 你當6萬3千元 所以 一除 6萬3千元除 5千9 那個倍數 大概是 10.6倍左右 都符合我這個要求 符合這個 借渣價錢 燒我味道系列的要求 最低要求 所以都希望大家 都留意一下 對 因為這一隻 其實就 真的賣光了 這一隻 這隻 即加的 做Visa 因為都出了好幾年 可能 在二手市場 才會見得回 這樣 所以這一隻 天梳 大家都不妨考慮 都幾美 實物我都見過 試帶過 我都去別人的店舖 參觀 亦都試帶過 感覺都舒服 今集就先講到這裏 希望大家都 喜歡我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